随着时代的进步,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当中,哪怕是以前很冷门的项目也总会有人关注,而乒乓球这个项目,在国内来说,慢慢地成了我们国人的骄傲,是很多体育迷们都喜欢的项目之一。 关注度上去以后,除了让这些乒乓球运动员有了一个稳定发挥的平台之外,还能拿到不少收入,当然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也让那些颜值非常高的运动员有了一夜爆红的可能。 就拿欧洲的乒乓球运动员斯佐科斯来说吧,他被誉为欧洲拼弹第一美女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她的长相与黑寡妇的扮演者斯嘉丽·约翰逊有几分相似,这边也先简单地介绍一下她,斯佐科斯是罗马尼亚的乒乓球运动员,早在她17岁的时候,就拿到了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当中女单的冠军。 随后她的表现也是越来越好,22岁就称霸欧洲拼弹。 在欧洲的一些比赛当中,斯佐科斯几乎找不到对手。 不过我们的拼弹女神斯佐科斯曾经,因穿吊带装比赛引起了争议,看乒乓球比赛的朋友都知道,比赛当中他们穿的服装几乎都是统一的,而且很多运动员为了有更多训练的时间,所以都不会特意地去化妆之类的。 不过斯佐科斯不一样,她不仅是时常穿吊带装打比赛,而且比赛的时候还是带装上阵的,而且还把指甲图得五颜六色的,这也是她只能在欧洲称霸的原因,单论球技的话完全比不上我们国平的选手。 所以,她老是穿着吊带装上阵,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争议,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也都是她自己的选择。 其实她如果把心思都放在磨练自己的技术上的话,绝对能够走出欧洲的。 而且,她17岁还拿到过世界冠军,天赋绝对是有,只是她在浪费自己的天赋,不过虽然自己的球技不行,可斯佐科斯却另批蹊径,她曾因衣冠不整被男对手给投诉了。 而且当时,还靠着衣冠不整的战术,赢了比赛。 那是在一次罗马尼亚和法国队的混双比赛当中,比赛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对面的男选手向裁判投诉,表示斯佐科斯的领口太低了,让自己没有办法专心比赛。 那次比赛当中,斯佐科斯穿的是正规的国家队队服,不过她故意解开了领口的扣子,大家也都知道比赛当中,运动员大部分都弯了腰打球。 可以想到当时斯佐科斯的对手到底看到了什么,那样的情况,她确实没有办法专心比赛。 不过当时裁判并没有接受法国球员的投诉,因为斯佐科斯没有佩戴其他的东西,所以不存在干扰这一说,最后法国队输了那场比赛。 虽然说,斯佐科斯的技术放在世界上确实不是特别出众,不过在欧洲来说,她还是能够保持住自己霸主的地位,颜值和技术也算兼具。 不过她比赛时穿着的方式确实有点让人看不懂,你们觉得斯佐科斯是故意那样穿的吗? 虽然看似斯佐科斯走甩右路线,但是实力还是很强的。 陈梦与罗马尼亚选手斯佐科斯的这场比赛,相信在赛前,谁也没有想到会爆出什么冷门。 斯佐科斯目前世界排名第31位,几乎是压线才够资格参赛。 他在以往的比赛中,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战绩,完全是一个无名小卒。 第一局比赛,陈梦打得很顺利,11比8拿下。 但第二局比赛,斯佐科斯就露出了真容,他在10比9拿到局点后,非常顺利的11比9取胜。 第三局比赛,斯佐科斯再次高歌猛进,他8比4领先。 陈梦追至7比8,斯佐科斯并没有慌乱,他仍然10比7拿到局点,11比8赢下第三局。 至此,前三局,斯佐科斯2比1领先。 第四局,陈梦4比5落后时,场外指导马林叫了暂停。 暂停之后的陈梦,就是严格的执行战术,供斯佐科斯中路。 这个战术很有效果,弃平之后,陈梦连得4分,11比7扳回一局。 在这局的局间休息时,观众在哄抢陈梦的千龄球拍,那时,我们就在想,如果这场比赛陈梦输了,这千龄球拍就有点尴尬了。 不知为什么,陈梦第5局的战术并没有沿袭第4局的取胜之道前进,而变成了一位压斯佐科斯的反手。 斯佐科斯的反手技术很好,而且还有一首女子中较为少见的宁拉绝技,陈梦压她反手,并没有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 斯佐科斯三平之后开始领先,陈梦一直在追分,又在7平之后,斯佐科斯9比8领先。 这时,陈梦醒悟过来,不能简单地压反手,永远需要变化。 他变一个正手得分,9比9。 因为陈梦开始变正手,斯佐科斯在反手变得有所顾忌了。 一个反手失误,陈梦10比9拿到赛点。 这时,中国观众都松了一口气。 斯佐科斯用一个反手旋转球,搬回赛点。 10比10。 在这个时候,酒精沙场的陈梦十分罕见的信心动摇了。 他一个发球抢攻失误,10比11再次让对手拿到赛点。 坚南在扳回后,陈梦以无心恋战。 他一个进攻球动作变形,球出界,11比12。 一个揭发动作变形,被对手拍死,11比13。 于是,本届澳门冠军赛爆出了一个冷到冰点的冷门。 陈梦2比3不敌斯佐科斯被淘汰,止步16强。 获胜之后,斯佐科斯跪地掩面痛哭。 赛后接受采访,欢乐之情一言表。 巧合的是,本届澳门冠军赛, 中国队两名被提前淘汰的名将, 王曼玉和陈梦,场外指导都是马林。 而值得一提的是,斯佐科斯本来是来打酱油的, 他都没有教练。 局间休息都是一个人喝点水,走动走动。 整场比赛也没有交暂停。 至于战术,就是冲。 不过,或许是好运,斯佐科斯再次登场, 继续挑战日本队的奥运冠军, 世界排名第六的伊藤美成。 本场比赛斯佐科斯差点继续暴冷, 与伊藤美成打到决胜局才分出输赢。 结果,日本选手3比2笑到了最后, 斯佐科斯的黑马之路也就此终结, 无缘晋级四强,继续冲击冠军。 斯佐科斯是本次WTT冠军赛上的大黑马, 在此之前,他只打败过四位国拼运动员, 其中段位最高的也不过是生交打法, 陪练张锐。 然而本次比赛却状态爆发, 恶战五局将中国队的核心主力陈梦淘汰, 这也让大家原本所期待的中日大战 未能在四分之一决赛上演。 论成绩和排名, 伊藤美成都在斯佐科斯之上, 然而更强的陈梦上且被此人击败, 相信伊藤美成肯定也不敢小瞧了对方, 此战会做好困难的准备, 悬念陡增。 比赛开始后, 斯佐科斯果然又展现出了黑马的气场, 上来就连续得分取得领先优势。 但伊藤美成毕竟是奥运冠军名将, 而且有承弄吃亏在前的教训, 他对困难的准备非常充分, 很快便不紧不慢地实现逆转, 以11比8成功拔的头筹。 第二局斯佐科斯反攻凶猛, 一度将伊藤美成打得无可奈何, 随即还了对手一个11比8的比分。 第三局伊藤美成站稳阵脚, 11比3就轻松拿下, 大比分也变成了2比1领先将斯佐科斯逼入绝境。 第四局斯佐科斯背水一战, 11比7成功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第五局伊藤美成气势如虹, 上来就连得5分, 最终以11比8锁定胜利, 有惊无险晋级半决赛, 没有重蹈陈梦的覆辙。 有意思的是, 伊藤美成此前对陈梦四连败, 从没赢过一次, 而斯佐科斯这次战胜了陈梦, 却紧接着输给了伊藤美成。 由此可见竞技体育并非简单地 一赢B, B赢C, A就一定赢C, 赛场上没有长胜将军, 一切皆有可能。 所以, 绝对不能小瞧了任何对手。